双方经贸团队将按照两国元首大阪会晤共识的要求 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重启经贸磋商 中方对于磋商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中方的核心关切必须得到妥善解决 相信双方通过平等对话 照顾彼此合理关切 一定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 也符合整个世界和世界人民的利益 谢谢 谢谢